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 這節就跟大家說回香港的新聞 這節想說的就是ICAC 正式宣佈 他 預備要跟中共 跟港共陪葬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就是因為 ICAC 正式宣告成為政權的徹底打手 跟其他部門不同 其他部門盡量也不會參與其中 又或者假裝不參與其中 不過其實其他部門全部都淪陷了 不用再想了 香港是沒有不淪陷的部門 ICAC發生了什麼事呢 ICAC就是三年以來 我們看到 他有查一宗的 跟警察 有關的貪污舞弊案件 一宗也看不到 廉政公署不是查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 包括這個 三個高官 犯罪 飯局裏面 吃山珍海味 甚至乎裏面還在談一些 不道德的事情 有香黑在裏面 還有神秘的交易 還有 恆大的高層 還要揭發一宗強姦案 我們也看不到ICAC去調查這些案件 你說ICAC不是淪落 是甚麼呢 不是做爪牙 是甚麼呢 不是做幫兇 是做甚麼呢 換句話說 當 中共 真的要塌盪的時候 ICAC現在正式宣告 跟中共 跟港共之外 就是攬著一起死 做他們的陪葬品 除了恭喜之外 也不知道說甚麼好 昨天 廉政公署 公佈 正式落案起訴戴耀廷 還有葉劍青 還有石搜正 三個人 說他們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裏面做一些非法的行為 控告甚麼呢 控告他們 並不是候選人 又或者是任何候選人 但是 就是 在兩份報章裏面刊登了六個廣告 招致了選舉開支 就是25.3萬元 換句話說 就是針對著戴耀廷教授 在2016年 作出的雷動計劃 這件事 我們早就知道 假如你要把標準推到最高 每一件事 你也可以說是犯選舉法例的 不是只有這件事 但是我們對著建制派的候選人 無論你怎麼投訴 廉政公署 一定不會參與和介入 過去 廉政公署是極少 介入選舉 的事項 除非 真的 明目張膽有證據確鑿 現在就是明目張膽也確鑿 確切的證據顯示ICAC 現在 絕對只會為政治服務 你控告得戴耀廷這班人 因為雷動計劃裏面作出的東西 說他造成的 是一個選舉廣告 有選舉開支 如果按照你相同的邏輯 任何的建制派幫人拉票 這件事建制派長期都會做 從來都不會因為這樣 控告他們 不是候選人 然後就幫人拉票 然後就賣廣告 然後就有選舉開支 我們一單都看不到 ICAC 對著建制派 的人 以及幫建制派拉票的人 半單都沒有起訴過 現在在這個時候選擇控告戴耀廷這三個人 針對著雷動計劃 換言之 這個絕對是服務政治 大耀廷教授還是身處在牢獄之中 他們星期五 7月30日就要去 東區人民法院應訊 案件也是會轉介他們去區域法院 所以我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就是本台的 兩位 主持 前主持 百分之一千就是應該申請政治庇護 英國應該要收留我們 因為 在這個 2016年之後 戴耀廷教授 就是再預備在這個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預備進行風雲計劃 風雲計劃 就是給我們當時 因為戴耀廷教授在牢獄裏面 繼承了他的想法 進行了這個 反自動當選運動 根據現在香港的形勢 就是你搞反自動當選運動 也有機會說你違反選舉條例 現在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 你有任何組織 嘗試去組織協調一個 選舉工作 他就說你是選舉舞弊的 以往 文匯報大公報 作故事砌裏面 沒有人理會他們的 現在 每一件事 都 跟足了 文匯報 大公報寫的小說就是落案起訴人 換句話說 香港是徹底沒有法治的 那些還在 繼續出來說你不犯法就沒事了 那些人 說香港法律沒有問題 說自己只是按照香港法律去審案的那些法官 全部 都是這個政權的幫兇 而且現在是赤裸裸地在做這件事 香港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再配稱得上法庭 其實 他們現在是人民法院 是負責 司法迫害 包括ICAC在內 你是執法機關 從來一個地方的政治迫害就是政府部門 利用 那個 職權和公權力進行迫害 還有一件事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叫司法迫害的 你不要想著 用司法兩個字包裝 你就不是 進行政治迫害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清楚的 包括 一大堆國安法法官 你是根據 國安法 去做政治迫害 而國安法這件事 西方世界已經說得了 國安法就是為了要達到政治目的 政治迫害 以及傷害人權 換句話說 任何人去推動國安法的人 全部 都要負責 要受到西方制裁 甚至乎 更進一步的升級 往後的時間 但是我們完全看不到 為什麼 要放過國安法法官以及ICAC 我們完全看不到 在這裏提醒大家 記得要寫信 不要掛念逛街 不要掛念到處遊覽 來到英國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除了去買菜之外 應該要坐下來 坐下來寫信 現在這個案件 控告 控告大耀廷 三個人 說他們當時就不是候選人 這是 2016年的案件 已經過了五年了 現在要找出來 要控告大耀廷 這個不是政治決定 這是什麼決定呢 你的案件是什麼時候開始調查的呢 為什麼你調查了那麼久 現在才說要繼續進行呢 為什麼不見你調查其他 那些建制的候選人呢 根據控罪內容 當時就透過一家公司叫做 雞蛋同盟 有限公司 招致這個選舉開支 然後在明報和蘋果日報刊登了六個廣告 於是廉署就說他介入調查 大家 覺得這個說法有多可信呢 當時這個 就是 因應著雷動計劃 就是 呼籲香港的 民主派支持者 去投票 現在廉署就會介入 會說調查 會說你犯法 所以呢 我們 真是有 百分之一千的理據 是不是 就是 受到政治迫害 根本不能夠回港 更何況就是 國安法 我想我們身上每人都揹著幾百條以上 國安法 大家 睜大眼看看廉政公署在做甚麼 廉政公署甚至乎在 早 半個月之前 我這宗新聞也忘記說 就是控告 2019年在區議會選舉落敗的其中一個 港島區的候選人 歐仲賢 這位歐仲賢小姐 曾經向 本台的反自動當選運動報名 現在ICAC竟然就是要控告他 說他作出選舉舞弊 那麼他那個選舉舞弊是甚麼內容呢 大家認真去看看 只是說他 在10月的時候 在2019年 提供了一個歌唱表演 以及免費的書法班 這樣就說人家賄選了 是不是 蛇齋餅種 全部不會查的 這個不是政治迫害是甚麼呢 根據那個 案情的內容就說 當時就是在10月4日至17日 被告人歐仲賢在提名的第一天 遞交 大學選區的參選表格 在10月10日的時候就說他作出舞弊行為 他向人提供娛樂 提供甚麼娛樂呢 原來只不過是叫人家去聽歌 這樣就已經提供娛樂了 已經 那麽就說是賄選了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香港的建制派議員 全部被拘捕 每人審10次也不止 這個就是現在那個ICAC 做的事情 你真的還敢叫自己廉政公署 高官飯局 不見你去查 半單你也不查 專門做政治迫害的工作 大家又是時候寫信 將廉政公署 白韻禄 裏面一系列 話事的人列造制裁名單 這個是選舉政治迫害 不要再跟我說在英國沒有東西做 真的快點做 那些手足 尤其是來申請政治庇護的人 經常說 不可以開工 因為你是政治庇護難民 不能夠做事 這些東西 責無旁貸的 一定要做的 不可以不做 如果這樣也做不到 其實我們 不是要放負 但是怎麼可能會成功呢 如果那麼簡單的步驟 我也不去做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